謝謝大家來參加這一個有關演算法跟應用的Breakout Session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葉 葉光昭 我目前是鴻海研究院仇視小組的成員 很高興擔任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講者 我這邊很快的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背景 等一下第一位會是我們謝明修謝教授 他現在人在雪梨 所以等一下是用遠丹的方式牽進來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謝教授 他目前是擔任雪梨科技大學的教授 但是也很高興在那邊跟大家宣布 他在明年1月會回國參加 擔任我們有鴻海研究院量子運算所的所長 那今天他會給我們介紹一下 在這個 quantum computing 跟 machine learning 上面的一些發展 那第二位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曾教授 曾教授你好 第一次見面 曾教授在藥學上是非常領先的學者 那目前應該是台灣大學醫學系的藥學研究中心的主任 那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到曾教授 那第三位是錢偉君 錢先生 那目前他是 錢偉成 對不起 修正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目前 他是地闊公司的 他號稱是 自稱是引擎創辦人 他應該是蠻重要的一位成員 那他應該是應律所的博士候選人 應律所 修正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我們就按照謝教授 然後曾教授還有錢先生三位的順序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們目前所研究所看到的一些題目 好 那不多浪費時間 我們就從謝教授開始 好 謝謝 來 請問大家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OK 好 大家好 我是謝明修 現在是雪梨科技大學的教授 然後馬上1月4號就到鴻海量子研究所任職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這幾年 在Quantum Machine Learning上的研究 所看到的一些挑戰跟機會 那這個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大概一個就是比較大的兩個領域這樣 就是在Machine Learning我們知道就是說你有一個位置的函數 你想要去勉強 那你怎麼勉強這個位置的函數呢 你就是通過一些observable 就是說你有一些觀察的data input XI output YI 那你有Total有這個N個Pair 這是比較supervised learning的setting這樣子 那你這個unknown的function呢 它其實是一個集合 它有一個這個hypothic set 那這個是所有可能的function的集合 那在machine learning呢 你就是想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要design一個好的算法 那這個算法呢牽涉到就是這個算法 這個算法的複雜性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那另外一個呢 比較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就是這個sample complexity 就是說我們不想要collect太多這個training的data這樣子 所以這個N呢 我們要知道說到底需要observe多大 才可以幫助我們好好的了解這個 怎麼去估算這個f hat這個function這樣子 然後machine learning就是說 也是一個很有歷史的領域 那80年代其實就已經有一波熱潮在那裡 所謂的專家系統也是那時候提出來的 近幾年呢 就是說machine learning跟AI為什麼變得這麼火 我覺得個人 我個人認為一個很大轉捩點是Google這個alphaGo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電腦的算法 就是說已經可以突破人類最好的這種專家這樣子 然後這個圍棋這個game呢 要找到這種比較好的路徑 基本上是一個計算 計算複雜性非常高的一個game這樣子 那這個是兩張很快go through一下這個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 現在就是說為什麼這麼活著 那machine learning當然就是另外有一個challenge 就是需要的data量很大 就是說big data造成了machine learning在design的時候有一些比較沒有效率的issue這樣子 那這時候這個quantum computing呢就出現在這個machine learning人的這些視野裡面 因為quantum computing呢它有一些就說特別的structure 然後你如果說問題有特別的structure quantum computing呢可以幫助你做一些加速 那我這裡有一些就是quantum computing很簡單的介紹 就是說什麼是一個classical data就是一個bit 零一這樣子不是零就是一 那quantum computing那quantum computing它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density matrix 它是一個矩陣2乘2的矩陣 那它是一個半正定的矩陣然後trace要等於 這個就是一個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fact 就直接把數學的fact直接把它記住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quantum state的qubit那怎麼樣做運算呢 就是說你的quantum的運算就是把一個density operator map到你想要的density operator 那unitary是一個特例那當然還有更general的operation 不過我這邊就不做深入的介紹這樣子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就是measurement 就是說measurement呢是怎麼樣從一個quantum state 提取classical information的方法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想要做的processing 最後你還是要extract classical data出來的話呢 你就會有這個需要involve這個measurement這個動作這樣子 那我很快地講一下就說從classical computing 到quantum computing的兩個最主要你會遇到的challenge 這個還不是到machine learning的challenge 這只是從classical過渡到quantum你會遇到的challenge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quantum system是一個in general 是一個矩陣那矩陣就有不可交換性 那這不可交換性造成的就是說你有很多classical的計算 你是沒有辦法比如說classical的證明 你是沒有辦法直接很容易的generalize到quantum的證明 為什麼比如說你有兩個number a跟b那你可以做除法 可是你如果說a跟b現在是一個quantum的system 那你就沒有辦法把一個矩陣除上另外一個矩陣 這個除上一個矩陣本身是沒有 不是很well defined的一個issue這樣子 對那再來就是比如說你在做指數的乘法 對不對指數的e to the a加b a跟b是兩個number 那它就是e a乘以eb 那可是如果說變成大寫的ab就是矩陣 如果說e的大寫exponent是大寫的a加上大寫的b 兩個矩陣相加 它就不會變成是e to the power of a 矩陣a乘上e to the power of b 對這個就是Golden Thompson的不等性 所以說你會發現有很多你在數學上的證明 你會用到的一些技巧你在quantum的證明上都行不通 對那另外一個challenge是比較不trivial 就是說有這個entanglement的存在 entanglement它是一個比較strong的correlation 它就是比我們經典的這個correlation還要更strong 它沒有這個locality的特性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通過觀察local的這個system 來反推回去你的general的system 那這個entanglement很多時候很有用 可是很多時候也會造成這個 一些這個算法design的issue這樣子 尤其是比如說你在證明這個information security上面 這個entanglement又更的knowing這樣子 那這個是從classical過渡到quantum 兩個最大家最會遇到的challenge就是這兩個 那當然還有一些額外 就是說比如說像我等一下會提到這個machine learning 你在design這些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的時候 你還會遇到關於machine learning 特別有的這個challenge 好 那我剛剛就說第一張圖 show了就是這個紫色的部分 就是一般的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 你的流程是這樣 你有unlone function 你透過training data 然後你可以得到這個learning algorithm learning算法 然後你就是最後你要estimate這個function 那可是呢就是在這個quantum 你如果說把quantum computing加上去 你就會額外得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就是說你看這個左下角這個test1 你還是會有sample compressity的issue對不對 你還是需要知道說 你需要collect多少quantum data 然後你才可以去比較好的 估算你的這個unknone的function 那另外的就是說 怎麼樣design這個quantum的算法 這個text2 就是正中間最下面這個紅色的box 怎麼樣design這個efficient的算法 quantum efficient的算法 一樣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這兩個是從classical的sample compressity 跟computational compressity 直接衍生的 那當然你在各位再看一下就是 右手邊上方這個text 就是第三個test 就是說因為你在這個unlone的function 因為這個function現在不是一個real value function 因為你我們在你如果說generalize到quantum的domain的時候 你的是你的這個allowed operation是可以把density matrix map到density matrix 所以它是一個super operator 所以說你的unlone function跟你的function class 就是比classical的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function class 還要再更大 你的這個你要處理的就是一個超算值 中文叫超算值 所以怎麼樣經由超算值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提到這個有一些quantum ingredient 比如說entanglement的存在 那怎麼樣去identify這些quantum ingredient 給你帶來的advantage 這個就是非常unique 而且這也是我覺得最難 然後最challenge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怎麼樣去identify quantum advantage這邊 然後就說大家我想今天來參加這個會的 大家都是對quantum computing很有興趣的 那為什麼quantum computing是一個很重要的subject 這個就是我們從比較理論上來 就是說比較rigorous來argue為什麼quantum computing 是一個可以取代classical computing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你看最小的這個圓圈在指射這個p有沒有 p跟np是大家如果說是資工背景 電資背景大家都知道p呢就是我們現在經典電腦 可以很efficient去解決的所有的問題的collection 那np呢就是說你如果說有經典的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有這個即使有supercomputer 你還是沒有辦法efficient的算這些問題 比如說3 set這種就是一個np的問題 你一旦n變大 你的就是說你的那個problem的input size變大 你就沒有辦法有效率的解 即使是你有超級電腦 那就是說包含了這個p的這個小的圈圈 叫做bpp的這個圈圈呢 就是比p稍微大一點的這個bpp的圈圈 就是所有可以 所以這個bpp呢 我們去看這個紫色這個好了 叫做bunded arrowqc 就是說p呢還可以再延伸成為bpp 這個就是你可以用classical bpp這個就是你可以用classical電腦去解 那可是它會有一些bunded的error 所以說bpp這個class呢 它還是可以用classical電腦去解 可是它會有error 那這個紫色的這個圈呢 叫做bunded arrowqc呢 這個就是你可以用quantum computer去解 然後呢它它雖然會有error 可是呢它可以在quantum computer 你一旦有quantum computer 你就可以解的很有效率 然後再來這個qma呢 就是這個np的quantum的analog 這個就是即使你有quantum computer 你還是沒有辦法efficient去解 那就是說為什麼在quantum computing的計算呢 有一個叫做 一樣有quantum complexity theory 這個很大的領域 這個也是這個20年初一直到現在 其實都是一個很熱門的領域 就是你要知道說quantum computer的bundary 就是quantum computation的power 的bundary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說qma就是你如果說問題是一個 你可以證明問題是在qma這個class裡面 那你就知道說即使你有quantum computer 你也沒有辦法很有效率的解 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就是說 到底哪一些問題是 是在bqc就是bunded error quantum computing裡面 然後呢它又是在classical NP外面 這個當然就是現在還沒有一個 比較rigorous的argument 我們知道說比如說shore的這個 就是factory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它可能不在這個bpp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 efficient的classical的算法 可以去解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排除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這個factory 是不是np的問題 我們只能證明說 我們可能就是說 經由我們這個過去的研究 大家相信它可能就是不在這個bpp裡面 那可是它在因為我們有shore的算法 所以它在bqc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在這個理論的探討上 大家都還是在了解這個bqc這個圈 到底有多大 它到底包含了多少classical NP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還是很重要 那也就是因為有這個圈 就是說有比如說shore的算法 不在bpp裡面 我們就知道說quantum computing 還是很有探討的價值 因為它可以包含一些classical算法 沒有辦法有效率解的問題 這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quantum computing 從2000年一直到現在 有這麼多越來越多的公司 你這是2018 你如果說2020 現在去看可能有3倍這麼多 就是說把所有的公司加起來 可能已經乘以3了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大的player Google Microsoft 然後這種 那當然還有很多新創公司 那我這個圖就是 比較大的公司跟這個軟體硬體 這樣子分起來 就是縱軸是軟體 比較下面的是硬體 上面的是軟體 橫軸就是startup到比較大的公司 所以Microsoft Google 都是在比較大的公司這邊 那在左手邊這邊 就是一些新創的公司 那可是這個這個數目 現在已經大概乘以3乘以4這樣 那就是介紹了就是說 為什麼quantum computing 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care quantum computing 因為它可以解決一些 比如說像show算法 這個質因素分解 我們知道說至少目前classical 沒有有效率的算法 對 那就是說 在做quantum computing的人 開始就往 就是說要把我們的觸角 往各方面的延伸 那當然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個最好的這個測試的一個場合 那所以說現在已經有很多就是說 開始就是比較大的組 比如說 比如說我這兩個都是Nature的paper 都是review的文章這樣 那有一個是 IBM跟跟MIT的這些老師 IBM一起一起來做的 所以說這兩個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研究現在 開始越來越火熱的一個原因這樣 那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個quantum machine learning 分成這個四大種類 就是說你的input 就是說這裡的重種就是input 第一個letter 這個C 如果第一個letter是C 就是classical input 如果說是Q 就是quantum input 所以說input有兩種 classical input quantum input 然後你的算法也有兩種 quantum的算法跟classical的算法 所以說第二個letter如果說是C 就是classical的算法 如果是Q呢就是quantum的算法 quantum的算法 你就是需要一台quantum的machine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machine learning相關的算法 分成這四大類 CC呢就是input是classical 然後你的算法也是classical 所以說在這個經典的domain 所有在做machine learning 所有經典machine learning 都是在這個CC裡面 那可是在quantum呢 你就會發現它quantum其實更廣 quantum其實本身就包含classical 所以說CC也是一個quantum的special case 然後呢在quantum呢裡面有CQ 就是說你的input是classical 可是你的算法要quantum 對不對然後再來就是你的 如果說你是你的input 直接是quantum 然後呢你是想要有一個classical 你是用classical的算法 來操作你的這個 你的對你的classical quantum的input 來做一些算法的加速的話 這個就是QC 然後再來就是有QQ 比如就是說你的input是quantum 然後你的算法也是quantum 所以說有這四大種類這樣 那在quantum算法 然後在QC就是你的算法是classical方面呢 比如說這個quantum control 一個就是這樣 如果說因為你要控制你的系統 可是呢 所以說你的系統本身是一個quantum state 可是你的control呢 你這個external的control 你還是需要一個訊號去驅動它 對不對 所以說你的這個 你還是無可避免呢 你需要從你的quantum的system裡面去 抽取你的classical information 然後feedback到你的control 所以說這個quantum control呢 有時候你可以用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技巧來做 所以說這個是我把它歸類為QC state tomography呢也是一個類似比較特例的問題 就是說你是一個input是一個Q 是一個quantum state 然後呢 你的你想要做事情呢 就是去了解你這quantum state的descript 的這個詳細是什麼 它的description是什麼 你把它寫成density matrix的時候 它每個elemen各式長得怎麼樣 那再來呢 CQ呢 是一個比較大的domain 因為你的input是classical 然後呢 Q是quantum 就是quantum的算法 這就是你可以把 這也是為什麼 這也是這個現在一些大公司想要做的 就是你想要把經典的machine learning呢 用quantum computing來加速 都是屬於在這個category裡面 比如說這個equation solver perception recommendation system 然後再就是做一些這個optimization 優化的這個領域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只要牽涉到 是要為這個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 做quantum的加速 都是在這個domain裡面 所以說投入最多的 像這個Microsoft Google 比較大的公司 他們都是focus在這一塊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自己本身 對這個QQ也是比較特別感興趣 因為就是說從 純理論的研究來講 這個是又是比這兩個問題來講 又是非常不一樣 就是單純都是quantum的本質這樣子 那在比如說這個方面 你想要了解就是quantum的structure 這個就是屬於這個QQ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回到CC 當然這就是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就是說你剛剛這些recommendation system 都是屬於CC 一旦是你的這個 你不是用quantum算法來解 而是用classical算法來解 這個都是CC 那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就是說在studyquantum的時候 你有一些特別的idea 你還是可以feedback到這個classical domain 比如說最近有一個quantum領域比較火熱的 就是這個quantum inspired的這個算法 它還是一個classical的算法 可是它的這個data structure 或是這個算法的一些某一些操作 它其實是受到quantum的這些major sampling的一些影響 對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由quantum的理解 經由做quantum computing的研究 反饋到classical領域裡面這樣 那我是有一個帶著學生做一個類似 也是在quantum inspired的算法裡面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focus 今天的focus會是比較在這個 CQ跟QC的部分 因為畢竟這個就是尤其是CQ 大家都是很好奇說到底利用quantum算法 來做classical的加速有沒有一些優勢 那這個CQ跟QC的部分就會牽涉到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challenge 就是說在CQ的部分因為你的這個data是classical 那你算法是quantum 你無可避免的你要把你的classical data 你要有一個read in的動作 你要把classical data map到一個quantum state 然後再經由quantum的算法 對不對 quantum的算法加速 然後你最後你還要再把它read out 就是說因為你想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一個classical的問題 所以說你最後你還是要把它還原成為一張照片 或者是一個分類的結果 或是你要推薦某一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說你這裡雖然說quantum加速 就是說你中間有一個quantum加速的動作 可是呢在這個領域裡面呢 現在最大的challenge就是這個 怎麼樣做read in怎麼樣read out read out呢我們知道說state tomography 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東西 就是說你如果說有一個低微的量子態 你我們通常說量子加速都是你的這個time efficiency 是要logd這種程度 就是說你dimensiond 你的時間的這個複雜性是logd 可是呢state tomography呢 你要做這個把你每一個這個vector都讀出來呢 你需要的時間呢 又需要低平方的這個時間 所以說做read out這個動作呢 會把你做quantum computing得到的加速呢 全部給吃掉 所以說怎麼樣做一個read out就是一個非常challenge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reading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只有一張圖片 你可以design一些很特別的算法 可以就是構造一個state 可以很有效率 可是如果說是一個general purpose 你的這個input是on the fly 隨時有一些不一樣的input進來 那這個要怎麼樣 對general的這個dataset做一個reading的一個動作 這個也是一個目前沒有efficient的做法 所以說這個reading readout呢 就是現在這個做quantum 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bottle name 好 那當然就是說有一些 都有一些proposal要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問題 比如說在input上面呢 有一個類似我們這個就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就說我要讀這個010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很像樹狀的 就是去看第一個input 第二個input是1 第三個input是0 然後我們就去讀這個位置 對那這是這是某一種data structure 叫做我們叫做quantum memory的一個paper 提出來的一個架構 那它算是efficient 因為你的你只要這個像這個 你要讀8個位元 你只需要3個步驟 3個step log 8這樣就可以得到 那當然它有一些自己本身的問題 它的需要的resource是exponential 雖然說它的time是efficient 那read out我覺得我剛剛講就是 這個圖其實不是重要就是說 這是一個nature的圖 他們也是在做statumography 怎麼樣把一個量子態的 每一個information給讀出來 他們去做這個是一個nature的文章 可是理論上證明 基本上它是跟d有關 那r就是個rank 如果說你的矩陣是full rank 那這裡就是d平方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它是一個low rank是r 可是那你需要的就是rd 那一樣你還是會把你原本quantum算法 logd的加速 又回到這個d這樣 所以說read out也是一個很crucial的issue 那就是說我就是介紹一下 我帶著學生做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read out的improvement 就是說我們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你假設你什麼information都沒有給你 你要去做這個unknown state的read out就是d平方 那可是我們machine learning都有一些 我們machine learning有一些structure 就是說我們的input是什麼output是什麼 我們大概都知道 比如說我們在解這個linear equation這個動作 我們會給你的這個是這個input 就是你把你的線性方程的這個coefficient 把它收集成為一個矩陣 這個是你的問題的input 所以說其實在machine learning上面呢 你還是對你的問題跟你的output 還是有一些了解 所以說呢我們是就是利用了 就是對這個問題本身的這個information 然後呢我們來構造一個quantum的這個read out 的這個protocol 然後呢它會不會 不會把你的這個read out的這個 就是在這做read out這個動作呢 你其實你的複雜性是不會不會增加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的假設是這樣 如果說你這個input的矩陣呢是rankr 然後呢我們我們知道說呢這個output呢 你想要這個output的這個vector呢 v呢它是在這個a的這個rollspace裡面 就是像這個linear equation solver 或者是你去解這個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都滿足這個條件 那我們就有一個定理證明呢 就是說它只需要polyr去query這個qram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有那個樹狀結構的那個memory structure 然後呢我們只需要這個r 這麼就是也是polyr的這個copy of這個v 所以說不需要到d平方或者是rd這麼多copy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的一些improvement 它還是efficient 那這個high level的證明我就我就就跳過 反正就是說我等我明年回去大家有興趣交流的 我們可以再交流到底這個是怎麼 怎麼做到這個算法的部分這樣 對那個是就是說input output是一個很大的bottlet 那再來就是quantum算法的本身呢也是一個bottlet 對不對就是怎麼樣怎麼樣基於你的問題 提上一個有效率的算法 那就是說在quantum這一兩年最火熱的就是這個quantum neural network 這也是classical neural network一個延伸 左手邊的這個是deep neural network 就是說你的這個黑色的部分就是你的input 那input一開始呢你會經過經過一個pre-processing 這個pre-processing也是可以用neural network來做 它pre-process完之後呢那經過這個feed 就是中間這一層呢就是你的這個neural network 就是feed forward feedback work這樣子 然後最後把你的information提取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neural network 那右手邊這裡呢其實就是我們motivated by這個classical的neural network 我們有一個quantum的neural network 就是說你還是會有一個這個類似pre-processing 那就是在quantum就是一個unitary 對就是一個某一種circuit它幫你把你的input呢 map就是pre-pare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step preparation 對就是把你的input呢map到某一個量子态 然後呢接下去你再用你的量子的circuit呢去做這個feed 就是去把你的所要的information給提取出來 所以說中間這一塊呢就是你的 你就帶著參數的這些量子電路呢就是對應到 左手邊這個DNN中間的這個你要train的這個neural network 因為你要trainneural network 你是要train每一個link的參數 那在這個對應的量子電路裡面 你就是要train這個量子的rotation 這circuit的rotation的角度 那你因為量子這邊你要 我們是有一個classical的optimization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你這邊還更複雜 你要牽涉做到majorment這樣 那這個QNN呢就是被提出來之後 他就最近就好多的研究 就是可能有幾千篇的文章 這一兩年 就是大家想要就利用這個很簡單的structure 然後來做各式各樣的machine learning的動作 比如說classification或者是產生圖片 這些就是recommendation system 或是global算法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DNN QNN來做 來模擬這個global算法的一些步驟這樣 那我們就是也在這邊做了很多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去探討這個QNN跟DNN 它在這個expressive power的能力 expressive power的能力就是 我要產生這個某一種distribution 到底是可以產生多複雜的distribution 你如果可以產生越複雜的distribution 就代表說你可以表達的這個能力越強 對 那你可以想像是圖片也是一種distribution 比如說你就會表達出越多的圖片的不一樣性 這樣子 那我們帶著學生做的就是 就是說 某一種multi layer的這個QNN 它會比這個general的Boltzmann machine的 這個表達能力還要再更強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說你的這個QNN 只有樹狀結構 那這個就會比較差 它會比Boltzmann machine還要差 那可是這個樹狀結構呢 又會比這種restricted的Boltzmann machine還要再強 那generalBoltzmann machine 就是說它每一個layer都還可以interconnect 那restricted的呢 它就沒有每一個layer就沒有interconnect 它就只有layer跟layer中間有connect 所以這個是我們已經發表在這個physical review research上面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cachecom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在neural network裡面 大家都會去看就是說 這個neural network的訓練性是怎樣 它的這個lendability是怎樣 這些問題呢都會carry over 到這個quantan neural network裡面 所以說比如說現在很大不知道 就是這個quantan neural network的 這個lendability是怎樣 它到底能夠被訓練的能力怎樣 不過有一個比較壞的消息就是說 這個google他們2018年 他們有一個叫做文章分析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用gradient descent 就是說在quantan neural network 你還是要做mejurement 然後做classical feedback 那他們的這個文章呢 18年這個文章呢 他們就告訴你 就是說這個你如果說用gradient descent的 這種classical optimization呢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你的這個gradient會消失 那會消失這個消失的速度很快 跟你的這個qubit的number成正比 就是exponential with respect to qubit number 所以基本上跟你的dimension成正比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為你比如說你就有10個qubit 你就是2的十次方對不對 那你20個qubit 這個是exponential to number of qubits 所以說它這個gradient消失的速度很快 這代表說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大size的這個quantan 那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就是說怎麼樣避免這個問題 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問題有一些假設 它的假設就是說你這個你的這個quantan 的這個每一個裡面的這個circuit是隨便擺的 那我們就可以我們帶著學生就做 就說如果說你的這個quantan 有一些特別的結構 比如說像這裡我們是有一個樹狀的結構 那我們是可以證明就是你的這個gradient消失的速度 不會exponential in the qubit number 它其實是就是它其實就是只有one over這個n n就是你的這個qubit number這樣 這個就是某一種程度就是說你需要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很general好的quantan 可是你在做一些特別的限制之後 你還是可以稍微回到這個我們想要的這個效果裡面去這樣 那再來就是這個learnability的部分 就是說剛剛只是train 你要train就是說我給你一個data對不對 那我要怎樣train我這些參數 然後可以基於這個data我的error很小 那可是我們machine learning並不是只是 在這個training data上工作的好 我們還有就是說一旦有些新的data進來 我們要怎樣learn這些新的data 這個就是generalization 那我們這邊定義這個learnability 就是trainability加上generalization generalization就是對你這個新來的這些data 你的這個performance怎樣 那我們也是就是說可以去做這個 去做這個learnability的分析 那當然這個都是很preliminary 我們我們這個文章算是都是在這個quantan Q&A裡面都算是前面幾個這樣子 我就說這個我就不細講 因為這個細節部分太多 一樣就是大家有興趣 我們可以比如說Q&A 或者是等我回去 我們可以再做這些介紹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邊就是可以去learn這個quantan的structure 利用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優點來做 比如說我們我們知道說 有entanglement的quantan state 是通常都會有一些advantage 所以說我們要就要判斷 什麼是有entanglement 什麼是沒有entanglement 沒有entanglement 我們就叫做這個separable 在上面這個圖是紅色這一塊 那怎麼樣去分辨你的這個boundary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怎麼樣去判斷你的quantan state 有entanglement 那怎樣判斷quantan state 有entanglement 是一個nph的問題 就是說你in general 你沒有一個很有效率的算法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quantan 就是這個generative and adversarial network 我們也可以做 就是去做一些就是把這個問題 再做一些簡化 當然就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做到 就是可以把所有的state都分辨到百分之百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nph的問題 可是我們這個經由做這個quantan gun的這個電路 然後每一個這個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我們用這個variational quantum circuit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quantan neural network 來取代這個component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有效率的這個事情 那所以說這個是跟潘建偉老師的group的合作 結果就這個已經實驗已經做完 performance很好 馬上就會在archive上 那這個quantan gun這個呢 當然還可以用來產生這個image 這個我們也是跟這個 這個是跟潘建偉老師的這個光學的組合作 那我們用這個quantan gun來做image generation 是跟潘建偉老師的這個做這個超導的組合作 那這個已經投出去了 效果也都不錯這樣 這個是entanglement test的部分 那為什麼quantan gun呢 有這個好處呢 就是這個也是最早期是Seth Law 一個MIT的教授2018年提出來 就是說classical gun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能訓練性的問題 因為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minimax的這個部分 這個domain呢都是non-convex 所以說你沒有一個equilibrium的這種 然後沒有一個equilibrium的這個 沒有辦法很快的converge到這個equilibrium裡面 那在你把它map到quantan的問題呢 你會發現就是說這個 這個state這個本身的這個set generator這個set 跟discriminator這個set majurement這個set呢 它都是concave and convex 所以說呢 in principle 這個minimax的問題呢 它是有效率的解 因為你的這兩個domain min的domain跟max的domain 都是convex convex set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quantan 它有一個特別的這個 他們這個文章宣稱 它可能會有exponential的加速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domain 都是convex set 這也是我們利用的 我們拿來design 我們的這個算法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在這個2018年的這個文章 它只是提供這個想法 可是它沒有把這個想法map到 某一種特別的問題 然後呢 再來就是你要怎麼樣design這個 這個discriminator跟generator 就是算法的 算法的design 這個2018的paper也沒有提 它只是提供一個general的這個concept在這裡 那我們就是 我也是帶著學生做 就是我們跟比如說跟 潘建偉老師的這個image generating 我們就是去explore這個 第一個propose一個quantan gun的這個算法 來做這些加速的文章這樣 再來就是 對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performance的結果 我就不show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fidelity converge 就是說左上角就是左手邊這個 就是如果說你是separable的話呢 你可以很快loss 就是你的這個discriminator就沒有辦法分辨 因為你的generator可以產生跟你的input 一模一樣的這個state 所以說performance很好 那iteration也不需要太高這樣 這是一個這個是實驗的data 我也就跳過 反正就是說今天主要就是大概率的介紹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在這上面實做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後來最近又做了一個 就叫做error mitigation的東西 就是說現在的這些quantan circuit就是都在nisk nisk的意思就是說我沒有辦法做error correction 然後呢所以說你的這個每一個電路的error呢 基本上都蠻大的 比如說1%到10%都有 1%到10%你如果說accumulate起來 比如說你有10%那你這個accumulate之後的error就很可觀 你基本上你的錯誤可能就dominate 你又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很有效率的運算 那我們呢也是就是在這個quantan上面呢 裡面那這個是可以用用一些就是 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feedback來做分析的 那這個呢這個error mitigation的效果非常好 我想應該是現在目前目前來講 最好的一個error mitigation的算法這樣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模擬就是google AI那個team呢 今年初發表了一個這個他們用他們的quantan的device呢 做12個輕原子的模擬發表在science 那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大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IBM這個access 所以說我們只有做一個 那一個的話呢你看左手邊這個c的圖呢 就說你沒有error的話呢你的這個hybrid 這個QNN呢其實是可以這個紫色這條線呢 是可以大概30個iteration呢 其實就可以找到這個這個輕原子的ground state 可是呢你看最上面這個綠色這條線呢 這是有error的一旦你的circuit有error呢 你基本上會有一個error flow 你沒有辦法直接到這個最下面這個紅色這個dash這裡 所以說有你的circuit有沒有error 會造成的效果差別非常大 那我們呢這個D的這個圖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利用我們的那個error mitigation的技巧呢 你會發現就是說我們是可以很大程度的 你看這個c的上面是-0.2這個ground state的energy 它沒有辦法extimate到這個-1.13這個是ground state 那你看我們一旦加入了我們這個error mitigation的技巧呢 我們其實是離這個-1.13的這個gap並不會太大 比起這個-0.2是好很多這樣 所以說這個就是machine learning 在這個Q&A上還是有很多有趣的結果這樣 謝謝各位我今天講的比較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謝謝 我們如果有疑問的話我們等一下會就是在整個講者講完之後再一起問 那接下來就請曾教授謝謝 各位大家好 那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 謝謝就是主辦單位介紹我 很難介紹我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是台大資工系的副主任 但是其實我也在負責台大的藥物研究中心 那其實我也是神任中心的副主任 我們在幫忙很多單位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所謂的量子制藥 好像很難把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 但是希望今天短短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子有在跑嗎 那可能在這之前我們還要再更倒帶一下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說原來做藥可以用電腦來做 那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個很大的那個 那我稍微倒帶一下幫大家就是補一下gap 那所以這是我們一般就是真的是藥物研發的一個流程 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對付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找到那個化合物 化合物呢要做一些最佳化的動作 然後確定它有一個藥物的性質 最後才會進到臨床 那 clinical trial 就是臨床的部分 最後才會 FDA approval 這整個過程當中其實花非常多的時間跟金錢 那多貴我就舉這個pipeline上面這個T 這個T是Toxicity 讀理的意思 一個藥物要過這樣子 這個T光是一個T一個compound 要花美金大概三個million 三百萬的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價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所以呢 電腦可以進來事實上就是幫忙就是省時間 或者是省這個金錢 那我舉中間這個部分來做一個例子 這個是很typical藥廠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回來台大任教之前 我在美國藥廠做了十多年 那事實上幫助很多這一塊 那這個lead discovery optimization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東西要成為藥之前 我們先必須要就是identify那個compound 那個化合物 那化合物要做一個最佳化的動作 什麼叫最佳化呢 就是要確定它的活性是很好的 我們才能夠繼續往下做 那藥廠裡頭像我們這樣的人 就稱為叫做molecular modeler 那molecular modeler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搶下這個我們所謂的結構專利 一個藥物它要是能夠在那個治療的category 成為第一名 就第一個在那個category 我們叫做first in the class的話 它大概市場可以佔差不多一半 然後佔個二十年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獲利 那那個profit margin非常的高 那所以呢 我十幾年前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還有一個國家型製藥計畫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的compound可能國家型製藥計畫做了十幾年 然後發現說活性終於變得很好了 然後我們的專利部局部的很不好 然後要申請專利的時候 發現專利都被人家插齊插完了 那所以那個時候負責人鄧老師 鄧老師在去年過世 鄧老師就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台灣團隊 我說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寫一個algorithm 怎麼做呢 反正我們台灣做的東西都很難是 就是那個category第一名 那我說做MeToo呢 其實以前藥廠我們有一招 怎麼辦呢 把對方的compound拿來拆了 來研究它 其實很像我們以前很早期 台灣電子業的reverse engineering 那所以我不太想要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你是跑第一名沒關係 我就等待你後面 我拆了你的compound 然後呢我就來分析說 你這compound裡頭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你的效果最好的部分 那部分我們通通留 你不好的部分我們把它給換了 那所以這就有點像那個組裝大堆 那只是換一個方式來講 這是全部都是電腦在做 那這樣的話其實 algorithm能夠做最簡單的就是窮局 所以把你所想的到可以在專利上的組合 我們通通都做出來 那後來我們做這個就幫助台灣很多team 就很快速的再做專利佈局跟最佳化這些compound 那所以怎麼做呢 我們因為這個都是published的啦 所以不用照 我等一下可以告訴你那個reference 藥廠裡頭是這樣做的 我今天有一個compound像這樣子 IC50就是說呢我要把這個細胞 比如說癌細胞SARS50%需要的濃度 145個nanomolar算是還不錯 但不是最好的 所以呢這個濃度要越低 能夠SARS50%的癌細胞就是最好的藥 那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跟右邊這個比起來 這個都是IC50的數字 那就越小越好嘛 所以這一個所需要的濃度 就只有它的大概十分之一 你用濃度越低 毒性就會越低 藥就毒 這兩件事情大家應該有點概念 那所以呢傳統上這樣要做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耗時間的事情 你就是要做化學合成 然後你要在那個試管裡頭做 In vitro the assay 然後在老鼠身上做 這樣一個循環去找那個新的compound大概三個月 然後不好再回來 不好再回來 不好再回來 那你就可以想像那一年有幾個三個月嘛 只能做四次 四個輪迴 這樣就是一個很可怕的 這真的是一個燒錢的行業 那所以台灣生技產業一直都做不太起來 就是我們這個沒辦法這樣燒 那所以現在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丟給algorithm做 丟給algorithm呢 它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統統都算出來 然後告訴你一個 一個我們叫做sorted list 那sorted list就是說呢 我告訴你說排序 我告訴你這個compound 然後這個排序排出來說 最好是這個 那你如果要選的時候我沒什麼時間 我只要做一個三個月就好了 那我就選前面的去做合成去做測試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做了這個algorithm 這其實是很久以前代理學生做的啦 在學校就是這樣 我們publish之後 雜誌社寫來E-mail說 恭喜你今天早上的publish 然後我就去上課了 三個小時回來 然後不是三個月 三個小時回來之後 我就發現 信箱多了一百封信 都是以前在藥廠的同事 一百封信管它是用什麼語言寫的 其實都只有一個大一字 快把程式碼交出來 所以呢我就又花了三個小時時間 很polite的回了這一百多封信 然後最後一封信是 我在台灣的collaborator 交代一個合成的老師寫來的 他說這樣子可以幫藥廠省很多錢 怪不得大家在狂力的call你 就是你躲回台灣也躲不了Internet 那但他就跟我講一件事 他就說你以為你畫得出來 我們就合得出來嗎 這是在computer science做 要最常被人家question的話 我就說好你說這句話 那我們把所有合成的步驟 全部都考慮進來 我再寫了一個2.0版 叫Litup加R給他 終於他閉嘴了 所以我給他一個list之後 也告訴他所有合成的步驟跟方法 那這樣的話其實可以幫助 就是這整個過程少很多 那我剛才講的是在這邊 就是怎麼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跟找到對的compound 這個圖呢是Nature Review Dry Discovery出來的 FDA其實找到很久很久以前 這是FDA的白皮書 2004年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整個做藥 你看每5千個compound 想一想最後一顆上市 這bottleneck在中間 這是什麼 這叫做preclinical 臨床前 臨床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說他有活性 那你要證明給我看啊 證明在什麼地方證明 在老鼠兔子上面做 你要證明他沒有毒性 在老鼠兔子上面做 這個bottleneck你看差多少 所以你在這bottleneck 只要有10%的improvement 這真是一個卑微的願望 但是你這麼卑微 你可以一顆要開發成本 省100個million 這差相當的多 我在回來之前 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做研究員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就有一個grain 就是為了要把中間這一塊improve掉 那怎麼樣可以省時省錢 我們用腦袋又動到電腦上面 我們就做了相當多的數字模擬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quantum的一個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在分子模擬上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做了相當多的這些QM MM這些東西 那那個時候回來的時候我也說 那台灣既然燒不起錢 我們就 我就帶著子宮系列學生猛作 做了所有想得到的數字模型 為了要來取代這些兔子 兔子老鼠的之類的 那也幫忙我們相當多的計劃 那所以呢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前一個compound要到人身上 要證明他是有活性沒有毒性 就是要靠這些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換掉 換成用電腦來做 那我們就採用了非常多的方法 傳統上就是很多統計的方法 然後後來我們就移到machine learning上面 但是machine learning 我很難跟你講說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所以我只好叫我學生 就是去貼了我們以前 比較舊的一些統計方法的那個 所以以前你想的那些兔子什麼什麼 都改成這些equation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離我們很遠呢 其實沒有 2013年歐盟事實上 在所有的化學品 只要是精疲試劑 精疲試劑就是透過皮膚吸收的 現在所有的毒性都是可以用素質方法來取代 那所以有一陣子我又發現 我怎麼好像常常在幫台灣的業界 台灣有很多化工業你知道嗎 台灣化工業非常的厲害 我常常在幫台灣化工會寫 他的那個獨立報告 然後後來我覺得實在是受不了 我實在是在學到我們事情很多 後來去年吧 我學生就出去開公司了 就專門幫大家送報告 那所以到底quantum在這上面怎麼fit呢 所以你們剛才大一定有點了解 然後我可以用數字方法來取代掉很多動物的實驗 然後那我們可以讓那些模型 數學模型變得更準 那quantum其實它就兩個benefit 一個就是說呢 它expected 就是說如果你有足夠的computing power的話 能夠解決這些所謂 exponential speed up 另外一個是polynomial speed up 那這些 exponential speed up 對於我們傳統上面 就是很多就是在要算這些quantum step 有很多很多的active electron的這些問題上面呢 其實很有用的 這不是我做的 這是我看到人家在做的 那所以那個 這是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要用工業的就是固碳 大概就是都是用這個 這個harbord這個process 那但是自然界當中固碳這件 nitrogen 我在講這個蛋 固蛋 固蛋這件事情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聰明的 enzyme nitrogenase 那nitrogenase 這個東西要 我們在平常要跑simulation的時候 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它其實要動用到非常多 有一次那個很久以前 我們這東西拿到一筆 50顆還是60顆了 不知道是CPU還是GPU 那個年代最好的那個 所以我們主任那時候就說 有沒有人要幫我們做燒機測驗 我說那個閃開讓我來 我們隨便丟一顆nitrogenase 下去就可以跑很久 結果中間還遇到學校挖電纜線 要停電 害了我去那邊電纜線 旁邊站了很久跳腳 那為什麼這很難算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牽扯到這個ActiveSide這邊 它其實 就是它的那個Molecular Orbital 涵蓋了71個Orbit 還有103個Nitrogen 那所以這種的系統 就非常適合在匡等上面做 那你說 那製藥呢 我們的肝細胞 我們肝臟的那個代謝 其實靠的就是Cytochrome P450 P450的那個代謝的那個Side 事實上跟這個規模也差不了多少 那以前我們都要用非常多的偷吃部的方法去做模擬 那現在就可以正面對決 那另外一個就是Polymonial的這個Speed Up 那這個的話就是很多 如果這個方面我們很快的知道怎麼做Mapping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丟上來 那所以那個剛才張校長在這邊 他還跟我講說他忘了提我們2017年去IBM 拜訪那個IBM的Global Research Center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剛升完我們老三 月子還沒做完 趙校長一封E-mail來 我就跟他到紐約去 去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原因是我要去謝謝那邊的 那個時候那個Global Head是一個台灣人 他在之前他們在Global找人幫他們做Polymer的計算 然後沒想到就透過人找到我 所以他還給了我一個握 但我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我是要去跟他謝謝的 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是很希望看看 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來用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 聲音履歷會遇到的問題 這個大概 所有人大概在這問題上面花了很多很多功夫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一個COVID-19的藥好了 那我們知道說那個Spy Protein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Front Run 就是現在好像買得到的那些疫苗 那大概都是就是讓他去表現那個 protein 那像COVID-19這種東西因為它很新 那我要鑑定那個結構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難的話就是因為它實驗上非常複雜 但要是我可以直接拿它的序列 然後就直接知道那個構型的話 這件事情會快很多 那所以這個我們在classical computer上面 其實我們做很多很多這種動作 那這邊有人做 這個是 我先講一下 Sequence要知道Protein Protein如果拉成一條直線 可以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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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上面有什麼我們都知道 當然是蛋白質要有功能 它是要折起來的那個對不對 那折起來傳統上怎麼做呢 就這個 這就是所謂的quantum 這是這邊classical annuling 我們其實就是根據熱力學的原理去做計算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能量低的時候它會 就是自然界當中傾向於你給它波動的時候 它會回到能量低的那個state 這就是一個quantum annuling 那 classical annuling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quantum annuling 如果我們這quantum annuling的mapping 可以做得夠好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省了非常非常的落空 那這個是他們做 做用在 用在 用在 用在一個 這是用D-Wave的系統去做的 那 就是 結果是comparable 那所以 理論上來講 如果技術 運算速度越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算得更好 那另外一個我在講 就是其實就是 蛋白質的那個構型 有這個構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這個是COVID-19 它的那個 這應該是那個spy protein 的那個位置 RBD的位置 那很多 像我們的國光用的 就是這一塊的那個protein 那 這個是最近的一個paper 他們用了 就是81個 superclinantine的quantum bits 來處理這個問題 處理多少呢 處理六個氨基酸 這個是 我們現在能夠 跑到最快的狀態 能夠出來了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狀況 那 這方面如果當然就是 computing power 越來越多 我們的那個quantum bits 越來越多的時候 理論上來講 我們可以處理更多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search的問題 那 Groover的algorithm 當然是現在用了最多的 那 好處呢 其實就是它可以減少你的那個 運算的所需要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再回到藥上面來講 藥下面就是錢 那 這個是什麼 這可能台灣有一陣子 我記得我小時候很流行 去美國買藥回來台灣 這應該是其中 大家最常去買的藥 就是胃藥 聽說美國藥比較好這樣 那 所以我為了要準備這個東西 我上網 我就是好奇上網查了一下 沒想到Google出來第一名的那個 第一名竟然是這一則的新聞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看什麼 這是印度它的那個 就是國民生產的那個 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耗掉他們最多的那個資源 所以他們有比如說很需要electricity 在這個國家發展 很需要水泥 然後需要這些東西 sugar 吃的東西 這條既然後面出來就是排到第五名 居然是胃藥 這國家可能真的壓力蠻大的 那 所以呢 我們就回到這個問題上面 重要其實最重要就是能夠獲利的最頂端 就是一個結構專利 那專利長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為大家把所有的物理化學數學 子宮全部併在一起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我們所謂的龜殼 那專利上面其實我就是說 我這些地方可以變不同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變成一個專利 那這個東西 這是真實專利上面抓下來的 你可以想像我一個core structure長這樣子 然後地方可以換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 combinatorial explosion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可以一份專利事實上就包山包海 那所以你說包山包海要包得不好的時候就會怎樣了 就是所謂專利蟑螂出來 就你這邊掃包了一個 那我就去威脅那個藥廠 說你們掃包了一個 這個也會賺錢的 那現在是看你要不要買我的專利 還是我就直接把它做出來跟你對決 那專利蟑螂硬度不少 就是也威脅了不少 那所以呢其實就是不同的專利 它上面其實就是可以有接不同的東西 那我們回到這裡來看 這一類的胃藥叫做proton pump inhibitor 那就是阻止你胃裡頭的某一個 它會一直secrete胃酸的一個酵素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這一類藥物當中的某一個 算是還比較新的一個compound 它的專利長得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寫 那你看它這樣寫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這個環上面 你這r1可以在這邊可以在這邊 那這樣就很可怕 因為你還要再乘你這邊的變化 那所以這邊乘一下 我算給你看這是怎麼來的 那c2的地方可以就是長各式各樣不同的 那寫的越來越多的時候 看這個是後來更新的一個compound 這個它包含那個專利包含的 就這麼多的數量計 那所以呢我就說好吧 那我們找一個最新的來看 TAK831 這是武田製藥的compound 學生說老師我算不出來了 包山包海到這種地步 那所以呢你看喔 如果2 to the power of 20 我今天如果用quantum bits 其實its possible 但是如果classic的時候 你要知道兩兩比對的時候 要比到哪年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的古典的運算方法 可以去找這些東西 所以呢我今天要在專利上面有一個戰爭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突破那個重圍 去插旗 那所以我們就拿這個地址 來當做一個練兵場 我們做了一些那個hybrid approach 那所以呢就拿這個compound來下手 那所以它大概有10的5次方的compound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Groover的algorithm 那實際上來看這些compound 到底它能夠處理到什麼程度 那這是我們的那個電路圖 然後這是實際上在 在IBM的8個cubic上面跑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也就是 這個是real的那個電路 然後它的那個error rate 那這個是 這個是10個simulation的結果 在這邊 然後不同的那個 我們可以去看看不同的error 這個error其實有點 真的是有點可怕 那所以其實現在看起來呢 如果用很簡單的那個circuit要去選 就像剛才那個前一老師講的 就是說要怎麼去避免那個error rate 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再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deployation的error 其實現在真的是我們的major error 但是看起來 我們從這個simulation跟real的data 如果我們quubic的計算能力 能夠再多一點的話 其實possibly 我們可以處理到某一個程度 那我們現在就是 就像剛才講了 如果我們可以壓每個possibility error 在2%到5%左右的話 我們是有可能可以到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合理的計算的結果 那對於general biomedical practice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從序列到protein 到drug design的話 這個最基本我想 我們有稍微估了一下 大概500到1000個 大概跑不掉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界那個 我們那天要來的時候 就是要交那個slide的時候 我剛好收到那個stpi的那個slide來 所以偷他的一張slide來跟我們講 我們到底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就在這邊 那能夠拿來做什麼東西呢 quantum simulation 我們能夠處理更多 原本他的本質上面就是一個quantum quantum chemistry的question 那或者是呢 我們可以用來做這個quantum machine learning 如果我們要做為這個數值predition的method的話 其實在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mapping的東西 那這主要是這兩位學生做出來的 那實驗室其實現在人很多 找不到最近的照片 拿一張舊的照片來借大家看一下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不浪費時間 我們接下來交給千惟辰 各位好 我其實是那個早上那個張新鮮 張老師的博士班學生 只是說那個大會好像 各種各種公開行人說 好像覺得那種title不太好 就一定要掛個博士這樣 所以事實上我都不知道我還是學生 主要主要今天我就是 趕快音樂時間好像非常有限 所以我就盡量壓縮我自己的一些 一些演講的內容 就跟他簡單點提一下一些跨靈音樂研究 跟一些應用潛力方面的事情 首先大家如果針對我的興趣 那就是大家用手機一下 照我的個人網站 我就寄個三秒這樣 3 2 1 大家OK 我就往下走 主要就是說 主要就是 我們就是目前看一下 目前現在這些 在量子計算上面 大家可能軟體研發上面 可能已經有了一些 可能已經有了一些成果 大部分就是 去全世界網路 去搜尋一下 就有了 還有一些潛在一些應用 我就這邊列一些ABCDEF 大概可能一些 目前我稍微有接觸到一些應用 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例如說 剛剛那個BioG 其實我這邊也可以畫個三節號 因為你看 那個曾老師其實已經 已經講了一些東西 Chemistry也講了一些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ICG常用的EDA 然後還有甚至金融這些東西 然後最後再提一些給大家 稍微回去思考的一些 就是一些想法 好 首先就是講一些 這個 目前量子計算的軟體 大家其實有念職工系 或者是任何有學生士的人 大家就會稍微對這些 比較有興趣一點 那主要量子計算 大家最主要 最直接的想法 就是鋼琴裡面的五線譜 大家把它想成 就是你就是有很多條線 從左邊流到右邊 中間做了很多操作 其實就是針對 像你彈鋼琴上面每個音符 這樣子去做這樣子 只是說中間可能會有一些 或者說中間接觸 或者到最後還有一些 測試 這些都是一些最簡單 最讓人圖像化的表達方式 這就是量子計算的 這個叫做visualization 那如果是寫程式的話 就變成說 你真的就變成是 大耳匯中心 變成用去想call的方式 去思考問題 就是說就是像微軟 他開發這種 他自己創造一些語言 或者一些歐洲做的 這些比較像是 目前寫程式會用的 這種邏輯的想法 去寫量子程式 或者是還有一些什麼 他們去真的去 想去 tackle一些 就是在量子裡面 比較不會有while 這種loop 這種狀況 他只是 比較是屬於 就是說當你major完一個qubit 之後 再去用while loop去處理 這些都是比較前段的語言 然後翻譯到中間 就是有一些 組合語言的問題 就是可能會放一大堆標籤 jump 那所以真的 真的在軟體界裡面 這個量子計算難的地方 就是做編譯器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說剛剛我們看到這些程式語言 那你就要變成 類似這個五線譜的狀態 這個狀態 然後讓大家比較能夠去理解說 他這些各個音符最簡單的話 的步驟是什麼 那你有了這個剪圖之後 但是還是困難 就是在硬體的實現上 目前像超導啦 或者是IonTrap 這個都是需要用microwave去操控 那就是各個不同的電壓訊號 然後去灌到硬體裡面 那除非像是光學 那又是另外的題外化 那所以說你這邊無線譜的 你還是要轉化到最終的這個 硬體的這個microwave去實現 那這邊又是一個對應過程 所以像這個新加坡 也有一些新創 在做這個compiler的工作 那就是把一些前面的一些語言 那透過一些目前現有類似 就是做一些ASC的轉化 然後就轉到這個五線譜 然後再去做你這個硬體裝置的對應 就是說那個IBN電腦晶片 超導晶片 其實它就是你每個QP 對外連的這些 對每個QP的這個 中間這個連接 其實都有分有像無像 或者是連接速度的問題 然後再到一些Microwave的控制 這些都是 其實就是系統性的困難點 所以大家是希望是能夠利用 現在這種 固定電腦一些 就是像LVN 那些已經固定的流程 去整個去複製到 就是沿襲到量子電腦的 這個compiler上面的這個過程 也是很需要研發能量 那就很快來談到這個量子的應用方面 首先就是像去年 那個AirBus 就是有公開 證求大家做一個比賽 就是在航太方面 它就丟了一大堆 希望你去提這些 Quantum Computing的Proposal 看能不能幫他 幫他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 其實結果早就已經出來了 主要就是 其實已經有人 針對這個Loading Optimizing Problem 我當時也去選這個 只是我只有一個人 然後時間也不怎麼夠 當然是一定 基本上就是120%會落選 反正就是 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Loading主要就是 你各個每個行李 或是那些貨櫃 你要裝進飛機 然後你要怎麼排比較好 那它可能就給一些比較簡單的概念 那這個給一些簡單的概念 就是你一個貨櫃的大小 然後重量是什麼 那這個比較簡單的話 就是你早就已經用一些資工問題 早就已經解了 就是二回背包問題 那像那個 寬的N160 或是什麼任何N160的機器 它其實都有一些 紀念解法 引擎三代比也可以使用 那只是說更複雜 就是變成說 你還要考量什麼 重心啊 機體的 就是飛機上面那個重心的偏移啊 它就會有上下界的問題 然後還有甚至是那個 減硬力 這個在機械系 大家比較會去算到 那減硬力在每一個機身的節點裡 其實也是不一樣 那這個要怎麼放入 剛剛提到這個 多違背的問題 或者是N160 這其實都是更加複雜的情況 所以大家會 這個一定是需要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團隊在 就是專心研究這個東西 才有可能是 能夠提供一個Solution 給AirBus 不然就是獨立研究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那它還有分享一些 它想要解的一些問題 就是什麼 記憶的設計啊 或者是 你飛機從起降 或者是中間飛行 靠那個 平流程 噴射流 那個飛行 這整個 飛行的時間 或者是 那個耗油的問題 或者是 整個 整個機身的這個 空氣動力論 然後或者是 這個 空氣動力論 你還要配合一些 neural network的方法去解決 這是它提的一些 很大災惡的問題 好 那這個BioH 剛才那個正教授有講的 就是 其實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看大家高中有沒有 有沒有真的 就念那些東西 就是 一級結構 二級結構 三級結構 四級結構 對 那就是 大家就是 其實 麻煩就是說 這個 這個 生物這個學科 其實就是 比較困難就是說 沒有完全數位化 直到 生物資訊 有稍微 大家比較比較 involved一點 甚至到真的是 子宮整個融進去 才會比較 有系統化 有整個 就是 有一些 SOP的連究流程 不然像以前這種 你把生物當貝科 就是當醫生 就是 看病人 拿健保險 這題外話 那大家有稍微 注意一下新聞的話 就是 前兩個禮拜的那個 就是 AlphaGo那個團隊 反正都已經被 Google病人 然後他就 推那個Alpha4的 那主要其實 他就是 他其實 最簡單講就是 你要你要算 那個蛋白質折疊 那就是 堆算力了 堆算力就是靠 Google最近 就是找一大堆IC人 跑去做那個TPU 從一代 兩代三代 現在三代 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堆 高規格可以去算 一大堆Tensor Core 那就是可以 相比好 好幾百個 百張GPU卡 那這些都是 堆算力嘛 堆Power 在目前 沒有定義就是 雖然說 節點有再繼續下去 但是 實際上功耗 其實已經 已經有 那個強在那邊 甚至那個 Memory War也在那裡 好 只是說 他們團隊 反正就是 很有效率 反正就是 目前至少是提了一些這些東西 那現在能不能把這些 相關的這些研究精神 跑到寬敞那邊去 就是需要大家努力的 還有一個就是 除了蛋白質折疊之外 就是還有那個生化反應 生化反應就是 你 例如說 有任何基因組 或者是碰到任何的酵素 那你就在你的細胞體 那裡產生的反應 那都會有 到最後的結果 它都會產生一系列的 這個有效圖的組成 那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 比較像片門的 就是 更細的一些研究 就是說 你這些圖 就是 的確在很多資訊 資訊理論上面 就是會用到 反正就圖論 所以說當你把這些 生物相關的東西 把它轉成圖論之後 就會開始有人去想說 這些解法到底要怎麼做 那這些解法到底要怎麼去 弄到寬的上面 那這個就是需要大家想的 那 那我覺得時間不夠就不要看 真的 好 這樣跳過了吧 那還有就是 IBM 它其實 它其實也有找一些 一些 它自己組內的人去研究一些 各個 各個 各個領域方面研究 像這個資料剛剛正教説有提過 那就是 它其實就是 那些 那些 那些過程 它其實 透過這個解 eigenfunction eigenvalue 就是 其實就是解那個 呃 就是叫做那些 SVD 什麼什麼什麼那些 就是反正就是 解特徵指向 那樣的 那些解法 那這些就是 目前已經有 已經在 環節上面已經有人研發出一些 比較有 SOP的方法 那你就要看說這些 哪些 資料研究 能夠 哪些過程能夠 對應到這個中間上面 那當然 甚至 一些hybrid hybrid 就是跟一些傳統電腦 就是中間會 有很多交互作用 就是說你量完之後 量完之後 然後又有一些 吐出來的結果 你先回到開始口去算一算 然後 然後算一算之後 然後又 給一些概括性的問題 又去給量子電腦算 這些是目前現在比較可行的一些提出方案 不然現在arrow這麼大也是無疑而終 再來就是chemistry chemistry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就是 比如說 剛剛前面 大家其實都有常提 就是 現在做不到fold tolerance的qubit 那就是你做mutigation mutigation用講白話一點就是外插法 外插法就是把 你就是靠著把整個量子晶片的arrow變大 就是例如說你家 我只是舉個例子 把arrow變大 你就會看到你跑這個結果越來越爛 你就把它反對回去 就是外插回去 看出越來越好的那個點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去反對回去說 我現在計算兩個 兩個氫原子結合成氫分子 它的那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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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個能量圖是怎麼 長什麼樣子 可以去 至少可以跟現在的傳統電腦 算出來的結果比較 好 那現在最多應該也是解到一些什麼 梨花青 然後你現在連做個水好像好像也還有困難 只是說這些都要靠一些研究人員去努力 那終極目標這邊是什麼 那就是量子化學會跑到這些 做一些材料模擬 甚至到這個奈米 你裝奈米元件的這些模擬 這些都比較困難 以現行的 以現最近一二十年的方法就是用 傳統電腦的 甚至主要超級電腦 你就是用一些 第一原理的計算 第一原理就是說 你就是靠那個 電子子子中子的那個 中間那個吸引力 就是靠那個 就是靠那個 就是靠KQQ除以R 這些公司去算 去套用那個能量公式 再帶入那個 shedding個方式去 去算這些 各個能量的那個特徵值 這個就是第一原理計算 當然會有一些 有些方法去 去讓傳統電腦能夠算 甚至是這些 奈米元件的這些模擬 就是也是用一些 shedding個方法 這樣子去保 現在一二十年 大家這個軟體都 都做了很多 只是說量子這一塊 就還有在發展這樣子 大家要想說 要怎麼把這些方法 轉到完全就是 quantum computing的方式去解 是蠻困難的 也就是說 就算像剛剛那個 VQE就是 解那個特徵值的量子 其實還是有一大部分 就是一大部分 是在傳統電腦上面做的 就是像那個 Global Optimization的那個尋找 就是一些尋找方法 都還是在傳統電腦上面做 好 很快就代表說 例如說 其實只要大家 常常去想像未來世界的話 大家就知道 你之後 你這個自駕車起來 一定是 就是需要做一些車鏈網 什麼各個 你個人上面的電子裝置 無限多 之類的 那你的資料也要爆炸多 但是我這邊提一個提示 就是說 你就是把 主要就是 乾脆就是政府要有力 就是有強力的政府 就是要把這個紅綠燈拆掉 然後你整個 整個車鏈網就是要 整個就是中央管控 你就是能夠做 Auto routing 這跟什麼 之前前十年 做那個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就是SDN 其實就是電信業的那些 你這些架設 就是大的那個路由器 你整個骨幹網路路由器 以前的架 以前的這個用法就是 這些路由器都只看到 他臨近了自己 然後去詢問一些 他的這些 routing要怎麼走 你這個package怎麼售 他真的像現在這種 直播爆炸的年代 其實就是 其實在對這個路由器 付出難其實也很重 大家以為自己手機省電 但是其實路由器 沒有省多少電 然後 反正就是 大家看不到引信成本 都是有人吸收掉了 所以實際上就是 以前都是大家用一些 Localize 這種方式去做 那量子能不能做到 Global 就是全局管控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其實之前也是想要做 一些全局管控的事情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那像這邊就提一下 就是之前一些 Volkswagen 就是汽車公司 就是跟那個D-Wave 就是大家有興趣去聽 那個下午場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計算 就是他們去看這些 Ultimization Problem 然後你們解決一些交通問題 流量問題 甚至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物流業 送貨問題這些 像這個早上那個 哇這邊我就提這個 我這邊就直接跳到說 我忘記講了 我就講一些Business的部分 Business的部分就是 像早上這個 IBM日本那邊 他們其實就是創造這個 這個 清一大學這邊的這些 這些交流合作 他們其實就是 透過 找一些合作銀行 他們就真的直接派 他們的人員進去裡面 去當研究員 那就是 其實就是 這幾個研究員 就是 只付著研究量子計算 然後就負責發配合 這樣子 就不會有其他事情 那或者是這個公司 Qunasis 它其實就是在日本的一家 量子顧問公司 量子顧問公司 它主要想要做一些核心內容 就是做一些量子軟體的研發 然後就是做一些量子諮詢 那其實就是 它都已經有一些 都有一些金主在背有支持 那它這個公司 就是剛剛那個 這個量子顧問公司 它其實做了一塊核心業務 其實也是做教育跟推廣 那它可能就是也是跟一些IBM Google 這些已經就是有硬體廠合作了 甚至就是給一些金主拿錢 那就是你就是推一些商業模式 那就是收課程費用 那就是做一些圖P生意 請這些學員來上課 做一些員工訓練 那所以它現在已經有的客戶 就是這些 它就是其實只要 每一家 就是你就派幾個員工 去當員工訓練 就是給點錢 我有錢吃飯 那你們也能夠交差 要是就是說 就是你們確定有 量子這個過程 這個是的確 這個也沒有什麼 反正商場就是 這些公司想要 就是想要coast down 你們每個人講 一定要coast down 那你不可能一定是要 一定派你自己的員工 還要無償提供稅 給他去做這個 發發 paper 的研究 這個我是覺得說 大部分公司一定不願意的 所以說這個其實 這個核心模式 就跟現在你做 做訂閱制這些東西都很像 反正訂閱制就是 就是看起來你花費比較少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比較價值的服務 你就不需要 花自己的員工的成本 去做這些事情 這舊版 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學術向的 就是像這個 MOQS 這個是歐盟那邊的 歐盟那邊其實也就是 找了一些 也是找了一些 Bosch 什麼 Azara的一些公司 然後跟他們聯合幾個大學 去合作 所以就聯合開一些 博士學程 博士學位 那你就是 進去他這個 就是 配齊好的研究院 例如說 歐洲那邊的 可能英國的 IBM研究院 那你就是 進去裡面去念個博士學位 那就是 剛好就是那些公司支持 然後 學校也支持 這樣子 這個就是 歐盟比較喜歡的方式 就是變成聯合研究 就是 變成企業 就是也不用擔心 反正 就很像交搭那個研華 那個 反正就是提供 一點點講學金 就是這樣 就灌進去就好 我真的是順序換掉 然後就講到金融部分 金融就是這個 也是只是說 去年初 我們老師就直接說 玉山 玉山金想要來 瞭解一下 我就前年隨便 改一個報告給他 所以我就隨便找了 那個IBM的 這些demo IBM其實就是給了 三個demo 大家其實可以 在另外一個 那個領域中 研究員 其實也有 稍微提一些這些東西 那IBM他其實就是 也是找一些 醫學員去 看看這些 金融方面的問題 比如說就是 投資組合優化 就是說 你是想要 一個你寫好的一些 就是前面就是 一個一些 就是一些 每個 每個投資組合之間 投資項目之間的 這些相關性 那相關性越高 你就要給他一些 一些負相關的 這相關這些東西 那你給他 後面一個 減向一個 MuX就是一個 你預計他 Return是多少 那你就是 minimize 越負越好 那就是你的Return Return越負越 就是代表你 越負越高 好 Subscribe2 就是一些 限制條件 例如說我這邊 Toy Model就是說 你有一個X的項量 就是 X0到X2 然後就是 如果你確定要選這個 投資標題的話 你就是把它 從0變成1 好 所以說 Subscribe2就是這個 受限範圍就是 你整個 E的T項量 然後乘到X 你要等一個 總 Total的這個budget 就是B 所以就只能選 總共只能選B一個 這邊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減 好 那 EVM提供 提供一些小demo 就是說 你例如說 假如說你就是 直接做 用傳統演唱法去 直接得到一個最好的結果 然後再看一些 AVQE啊 看特徵值的演唱法 甚至是比較近接的一些 OAOA演唱法 它當然能不能給你一些 第一開始的解 是OK的 只是說 你套用量子演唱法的時候 後面都會有一些 其他的 狀態 那個State 跑出來 所以說解還是 就是說 就會有需要考量 因為這邊都只是一些 小demo 就是大家看一看就可以 好 例如說第二個 應用案例就是這個 那個 選擇權定價模型 那就是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那個 那個BS model 那就是考量一大堆 什麼波動性啊 反正大家就聽聽就好 就是說 大家真的要進去研究的話 才要去看這些東西 那主要就是這個BS model 它就是 傳統的話就是用那些 摩迪卡羅去解 那摩迪卡羅去解一解 然後抄一些什麼 馬可復鏈啊 然後去算這些東西 所以我這邊就 我覺得就跳過了 反正就是最後 你就要算一些那個 預期 這個選擇權要怎麼定 你現在要 在市場賣給這個 不管是在市場上 是賣給 賣給 就是市場上的人 或者是 你想要去做套利的空間 你都可以去算這個 期望值的 這個 這個 結果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 你跟目前市場上的價格幾 就可以去做套利 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 只是說量子電腦現在 其實 因為error比較大 所以說都沒有辦法算到 跟傳統電腦那個 馬可復鏈傳出來的結果一樣 那只是說就是 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有這個潛力在而已 第三個就是類似做那個什麼 你做固定資產的投資 就是 例如說就是固定 那個利率的分佈 就是說你可能有變 變動的利率 R1 R2 就是一期二期啊 什麼什麼的 你就可以去算說其實你 預期的回報率啊 什麼 這個限制的考量 你要怎麼選 好 我很快就透過去 那再來就是 接下來就講 比較 最近現實的問題 就例如說 IBM有一塊他其實就是想要 套用之前 就是打資訊競善的方式 就是希望找很多 資工界的 就是資工界的強者來去 Involve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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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個整個 整個整個 樣子研發了 所以像去年有 2019啦 他他選 選擇這個這個 這個試色 就是那個試色的著色問題 那就是看你這些 各個便利商店要 怎麼怎麼怎麼 去排比較好 A加B加C加B 然後再放在這個圖上面 這個再來 大家如果打過比賽的話 他會比較知道這些事情 只是說我今年我參加的時候 但是就是 還有一種藝術我失敗了 就是挖了 忘了 然後今年又參加一次 今年 今天秋的題比較不一樣 就是打那個雷射槍去消那個星星 就是說大家那個 如果有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什麼啟發式數學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你四顆星星 每個星星看那個 橫列跟直列 假如說沒有其他的星星的話 就是你就排四顆 他就是完全就是 互相互相干嘛 只是說他這邊提供就是 變成一些變種 排六顆星星看 你去打 打這個三個雷射槍 看是怎麼消這樣子 反正就是有一些 也是一些圖論的一些 一些問題 那就是 目前就是用一些oracle去解 只是說我自己也不是真的強者 所以說 反正就是說 你也要花時間進去 我也是 反正就是你就是 我在dayline前幾天 反正你就是要把手邊的事情先 全部先揭管他 然後 你就是花 除了睡覺吃飯之後 你就是去 去弄這些事情 所以 總共一千多人參加吧 還是要先拿個二十幾名 他只是說 反正就是當個紀念獎 對不對 OK 好 那就是這邊給個介意 就是奉勸各位就說 你 你 你就是 反正看到這隻貓 然後看你要不要 你先入門 你再決定要不要放棄 這樣子 對 好 就是大家可以多找到這裡 反正這個很容易 反正大家都有 網路上很多產生器 你就隨便弄一弄就好 不然還能要自己做多 多花了你自己的時間 好 OK 好 另外一個提議就是說 大家是不是真的想要靜下心來讀書 好像我大學的時候是念電子 電子我 我個人是因為學分太多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能夠盡量跟課就跟課 老師偷面就看 看老師偷影片 那書就全部都不用買了 就根本就不用花這些錢 對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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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做一些很 很deep的這種研究 像這種 這種 反正就是大家提供了很多種 各個書上面的這些 很困難的東西 大家是不是真的想要 就是潛進去這樣子努力去 去得到一些啟發 這個就要大家看 看說你到底有沒有這種 時間熱情跟毅力 這是舊版 我沒有把它加進去 好 這個我就跳過去 還是真的是舊版 我是覺得就這樣子 不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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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提一下中心 我們中心就兩天多來 就是做了一些努力 稍微有一些 小 research的結果 然後 也請了一些人來加入 這個 IBM 量子計算 這個 那個帳號 然後 也跟了幾個金融界 工業界的這些 這些企業在做一些相談 然後也辦了一些課程 然後我們幾個 幾個教師級的人物 也是 也在提供給各位 各種服務 OK 那就看之後 這個協會 正式上線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 給一些大家 更 更加的這種 附加價值 就 請大家敬請期待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原來有安排panel 但是 我想 我們就直接開放問題好了 我們這邊 現場開放三個問題 然後你可以指定看 由哪一位講者來回應 只有最後一位講者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 針對 quantum computing 那個 compiler 跟那個software stack 是 要如何改 第二個問題 你提到那個 整體的那個 優化 就是那個 你講智慧交通 那個 紅綠等等 So How is it possible Do the Global Optimization 我比較大的疑問 就是 你怎麼做 全部的一個 最佳化 就是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主要是說 就是說 compiler的問題 就是 大家怎麼做 就是 其實現在也是比較 比較 個人 個人 要發表意見也是很麻煩 就主要是因為 資工界現在大家 比較不想做compiler 就是反正 以前大家做那個 GCC 反正就是各種學界 無償 就是 無償奉獻心力去做一些加速 對啊 然後甚至現在LVN 它可能是比較有一些 有一些業界支持 對吧 所以你要做這個量子compiler的話 你就變成就是說 你除了 這麼講 就是以前的compiler 你這些眼上 他們就是 講 講難一點就是說 它其實本質上也是NP NP NP 所以 他們都會用一些 很多種不同的optimization path 去建立它整個整個組合 他就是用一些比較 工程師想得到 就是你就是建立 很多種選項 讓你去選 你要怎麼樣optimize 然後再去 各個optimize 這個flow去疊加起來 好 然後再去做組成 那你就是 你最後產生出來的code 也許 沒有說真的是 global 上面的好 但是已經足夠 足夠好了 就是已經可以 可以做得很 efficient 所以說大致上你就是 現在的話 目前看起來 你那樣子 本身也還沒有產生出來 所以說你還是 還是只能用從 原本的這個想法 這個思維邏輯去 做這個quantum compiler 對 除非說你真的是 以後你真的 創造出quantum computer quantum computer 出來之後 你再去看 那個quantum computer 是怎麼去 去做一個quantum compiler 出來 這個是比較 激深淡淡的結論 但是 以前也有人說 你一個語言 你怎麼去產生你的語言 就是類似這種 這種問題 好 那第二個是那個 智慧交通對不對 智慧交通 我就說 我剛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 就是看你的政府到底 要不要強制 你就是先規劃一個特區出來 就是 例如說就是荒野草 荒野草 荒野草 像天小路 然後你就是整個整個化成一片平地 然後 就是都不要 那個紅綠燈 那就是 開始去找各個廠商 你就知道 啃雜錢說 請他研發出來 這 能夠 例如像5G 提供那個地延遲的技術 你就是能夠很快的 把這些資料 吐出來 然後中央可以收集起來 有了這些資料之後 你才能去想說 你這些 例如說 你要用空輪卡 去用這些資料 去做 Global Optimization 那你有這些資料 反饋之後 你才能去做各個交通車的反饋 不然說 你 其實你想一想 就是說 你現在做Local的話 你這個 那個自駕車 你一定是 一定是 他去 用Google Map去巡路 他一定不是追加結 你還是每次都塞在路上 對對對 就是 我意思就是說 整個就是變成要值得改變 如果你還是想要照 目前大家就是 一步進一步的話 就是 就看大家選擇 就是看你想一百年步變之類的 對 就是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謝謝 我的問題可能比較中和一點 我不曉得哪一位回答比較適合 就是 聽起來現在整個量子計算的發展趨勢 我不曉得它是會 未來會是像是一個 比方說像是一個 像 像 IBM 目前發展的 IBM 那個 Quantum Q 它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量子電腦 對不對 但是 看起來那個東西很大 我不曉得它最後會縮小到變成晶片這樣子的存在 還是說它會像是一個雲 讓所有的人共同去使用 那就變成是說未來的這個 Application Developer 它在開發它的Application的時候 比方說它在寫這些相關的計算的時候 因為看起來量子計算也不是適用在所有的運算上面 可能對某一些比較特殊的運算上面比較適用 所以它可能只是扣一個 比方說量子計算的 function 然後送到量子電腦裡面去運算 然後傳回來結果 還是說 比較像是現在 AI在處理人工智慧的時候 那個GPU 它只是在負擔傳統的 這個classical 這個CPU的某一些loading 我不知道它整個發展趨勢會是 從哪一個方向去發展 是一個雲的存在呢 還是說像一個GPU類似 只是share CPU部分 傳統的CPU部分的loading 還是說它是一個獨立的quantus computer 它可以處理everything 聽得到嗎? 現在我的聲音聽得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 OK 我想現在就是 什麼樣的方式大家還不是很確定 不過就是說以雲端存取的是 現在IBM然後已經正在做 所以說雲端存取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那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你如果看個人電腦在1940年代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足球場那麼大 對不對 那也是經過了快80年的研究 才變成是手機這麼小 我個人對這個科技是蠻樂觀的 就是說不排除 比如說現在這個室溫超導 前陣子也有一個新聞說有一些突破 如果說一旦有室溫超導 我們現在這個低溫的這種 需要低溫狀態的quantus computer 也有可能就是說可以再縮小 因為現在最大的都是冰箱 其實真正的chip其實還是很小 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請問那個曾教授曾宇鳳 因為你們在研究藥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人的體質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不一樣 所以接受藥的分量甚至都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舉個例子來講 說假如說考慮到人的體質 那舉個例子像COVID的話 有沒有agurism可以去預測 或知道這個人 他得到這個病會是輕傷 另外一個是重傷 對 就是我們的說法 我們不會說 我們不會用體質這兩個字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每一種生物體的反應 這個叫response 那你每天表現 在不同的時間表現出來的東西 這叫做一個phenotype 那correlate那個phenotype 跟drug response 這是我們一直都有在做的 好時間也到了 那感謝三位講者 跟大家的麗玲參與 好謝謝大家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好謝謝 謝謝